第1731章 颠倒乾坤 这脚吃足青年自然不知 韩丽自己也大喜过望 虽然他知道 范圣今生经过神秘能量淬炼后 肯定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但也没想到 随手一试下 今生展现出这般大神通来 竟然可以直接夺取对方的宝物 虽然这种夺取有些出其不意 并且夺取的也并非对方本命法宝 但也害人听闻了 韩丽强压心中欢喜 单手一拍天灵盖 嗖的一声 一团黑光竟从其头颅上一飞而出 一个闪洞下就没入了今生之中 今生一张面孔上 双目黑光一闪 顿时身形一晃 就一下没入清蒙蒙光幕中 不见了踪影 韩丽接着突然一张口 一团银烟喷了出来 一闪即逝下 同样没入光幕中消失了 见证中的金角青年 原本一脸金木的飞快掐绝 想要重新召唤回那柄银齿 但一发现今生和韩丽的举动后 反而面色一领 静一下重新恢复了冷静 他长吐了一口气 将手中法爵一散 漠然一声大喝 尖头一抖之下 背后放出了一具蓝灿灿的巨大法相来 此法相高足有五六丈 但浑身遍布鳞片 两眼鲜红似血 头顶和四肢声有密密麻麻 仿佛牛角般的骨刺 看起来凶恶异常 更让人心惊的是 这法相双手 竟然各自持有一件古怪异常的宝物 一件赫然是一口三颗怪兽头颅 镶嵌一起的长柄怪锤 另一件则是一面光滑如镜 但有滚滚赤焰 从中飞卷而出的三角盾牌 青年本身则两眼微眯 单手掐出一个古怪法爵 神色肃然的念念有词起来 显然这位角吃足青年 一件含力神通远 超其预料的厉害 终于将原来上存的一丝 怠慢抛弃的无影无踪 终于开始认真对待起来 不过 既然他还被春梨剑阵困在其内 寒力又怎会让他从容施法的 寒力面上一丝冷意闪过后 心中坚决在一框催 剑阵四周青色光幕中 光芒狂闪下 一朵朵青色莲花 纷纷从中狂涌而出 然后化为无数莲影的 往剑阵中滴溜溜飞舞而去 一时间整个剑阵中 全是青莲飞舞 大小莲花或含苞欲放 或寸寸展开 更玄妙的是在这些青莲出现的瞬间 一股股浓郁的花香之气 也一下充斥了整个剑阵中 更让眼前景象似真似幻 一个不慎就可能坠入眉景中 而无法自拔 不过金角青莲望着这些青莲 并没有被此眉景弥住 却反而一眼就看出了 这些青莲中暗藏的层层杀鸡 脸色一沉下 背后出现的蓝色法香 就将长柄怪锤 冲着这些落下的青莲抖了一抖 镶嵌在锤头的三颗怪兽头颅 双目一睁 再一张口 白萌萌狂风 赤红色火浪 一道道银湖镜 同时从锤上一涌而出 火界锋利 火柱银湖 三者刹那间 化为一股三色巨浪 气势汹汹地直奔空中一卷而去 几乎同一时间 那些飞舞的青莲表面 也轻芒一闪 化为了无数道青色剑影 铺天盖地的积设而下 剑光和三色光浪 一下撞击到了一起 纵然那长柄怪锤 是一件罕见之极的一宝 但七十二口青竹风云剑 在寒力修为大镜 和借助剑阵之力下 威能也远非练须初期时 可比的 纵然只是重飞剑 放出的一道道剑影 但是每一道威能 都绝不下于真正的飞刀飞剑 这般暴雨般的青盘下后 竟然让三色巨浪节节后退 一时无法抵挡的样子 青年微微一惊 但马上心中一声冷哼 蓝色法香手臂一动 将三角盾牌 也一下抛向了空中 这剑一看就是火属性的宝物 一个盘旋后 化为一团母许大的火云 轰隆隆地往上一托而去 火云翻滚下 无数拳头大火球 和一缕缕赤红光霞飞卷而起 不少剑影一接触之下 瞬间就被火云中的真言之力 化为了乌有 整个剑阵中的温度 一下变得奇高无比 仿佛将人置身火炉中一般 此火云和怪锤 放出的三色光浪联手之下 一下就将青年上空护得严严实实 任凭那空中 见光狂风暴雨一般密集 却一道未落地全篮结了下来 犹如固若金汤一般 就在此刻 突然青年身后一片青色光幕一分 一只金色大手 蒲扇般的一把抓来 大手尚未抓时 五指就发出了 痴痴的破空之声 一股无形距离 往脚赤足青年一照而下 青年只觉空气一景 四周一下变得金刚一般 将其身躯束缚得紧紧的 轻猛然一正之下 却纹丝不动 而金色大手一闪下 就到了齐头顶处 并毫不客气地一抓而下 同一时间 另一侧青雾处荧光一闪 一只体肠胀许的银色火鸟 也双翅一盏地冲出 一张口 一股银焰滚滚而来 面对一下岌岌可危的情形 脚吃足青年 却神色丝毫不见慌乱 甚至嘴角反露出一丝冷笑 口中咒语声一停 喷出了一团七色光焰来 七色灵光流转之下 一只通体雪白剔透的小钟 一闪的浮现而出 当的一声 清脆悦耳的清零发出后 不可思议的情景出现了 身处剑阵外的寒历 在清零声一入耳的瞬间 突然神识一恍惚 接着四周景色一下模糊 不知怎么的 人静一下头颅朝下 双足朝天地倒转了过来 不光如此 整座剑阵以及剑阵中的一切 也均都呈现出诡异的事情 原本朝下方积射去的剑光 突然方向一偏 反向一侧的青色光幕击射而去 爆发出轰隆隆的巨响来 而眼看落在了 对方天灵带的金色巨手 也不知如何的下方 虚空略意扭曲 金角青年一下诡异消失 取而代之的 却是十余帐外的银色火鸟 漠然出现在了下方 金手一把抓下了 银色巨鸟的树根细长火灵 疼的一下 熊熊银焰 却毫不客气地反卷而上 将金色手掌包裹在了其中 至于此鸟 原本喷出的那一股银色火焰 早一闪地 不知击到了何处去 韩丽不禁大吃一惊 不加多想下 身形一晃 马上就重新恢复了原状 就在这时 又一声清明传来 整座剑阵仿佛受到了 什么神秘力量的影响 青色光幕一阵扭曲变形 马上不堪重负 搬得寸寸碎裂 清光一脸 四周虚空一阵晃动后 显露出了72口 轻蒙蒙的飞剑来 春离剑阵 竟然如此简单地 被疑破而开 金身和银色火鸟 却正正地呆在原处 大有一时手足无措的样子 这一幕让韩丽心大害了 那个小钟是什么宝物 竟具有传说中的颠倒乾坤神通 刚才钟冥想起时 他似乎感应到了一丝法则之力 蕴含其中 难道此宝竟是 韩丽脸色连变数下 不过毕竟不是一般之人 瞳孔蓝芒一闪 就立刻将方圆百余杖 虚空内的一切都一扫而过 结果马上目光一凝 一下盯住了某处空无一人的地方 眉宇间黑气一凝 一只漆黑如墨的法木 立刻浮现出 乌光一闪 一道拇指粗细光柱 就一闪即逝地喷了出来 并一晃地没入虚空中 轰的一声后 金角青年一个爹呛 迫有些狼狈地 从那边虚空中一下 现出了身形来 破灭法木青年一看清楚 韩丽眉宇间的第三只妖幕后 一下失声出口 他身上不知何时 多出了一副蓝色战甲 方一站稳身形 就立刻袖袍一挥 背后蓝光一闪 巨大法相手持二宝的 再次浮现出 青年一手虚空一抓 七色灵光一闪之下 那口洁白小钟 一下显露而出 并被其拖在了手中 这位狡吃人 在小钟入手的瞬间 脸上金色不见了 反而望着韩丽目光 闪动不已 韩丽面无表情 冲金身和视灵活鸟一招手 顿时二折几个闪动后 全都诡异地出现在了其身边 而几乎同一时间 悬浮在四周空中的 七十二口青色飞剑一颤下 突然丝毫征兆没有的话为 数十道森然清光 直奔脚吃足青年 积射而去 这边痴痴地破空声方一发出 下一刻七十二道剑光 就顺移搬到了青年身前处 并乱斩而下 青竹风云剑的顿速之快 让金角青年眼角骤然极跳 但面对如此多惊人剑光 却不闻不问 只是伸出一根手指 冲小钟一弹 当一声 一圈圈白色波浪 从中上一涌而出 迎向了数十道剑光而去 两者方一接触下 数十道剑光轻芒一闪 纷纷一顿地显出了 持续长飞剑圆形来 接着在几轮光波一年过后 所有飞剑都无声无息的 寸寸碎裂 最终化为了乌有 韩丽目睹这一切 脸色不变 但瞳孔却骤然一缩 刚才他用灵木神通看得清清楚楚 从小钟上放出的 哪是什么白色波浪 而是由无数纤细空间裂缝 组成的一个个空间光带而已 这些裂缝和普通的空间裂缝 却大不相同 在小钟操纵下 飞快的浮现又飞快的消失 纵然轻竹风云剑 犀利异常 但又如何能抵挡空间之力 形成的切割 这才一瞬间被分为了无数解 第1732章 巨猿凶威 只是一击就毁掉所有飞剑后 金角青年并没有助手的意思 白色小钟在响动两声后 白萌萌波浪 再次一个翻滚的浮现出 与此同时 青年背后法香 三色光焰和滚滚火云 冲天而出 至于青年本体 则面上凝色一闪 一张口一股浓浓黑气 一喷而出 围绕其身躯 盘旋飞舞起来 鬼哭狼嚎之声大起 黑气中有无数碧绿细丝 若隐若现 散发出浓浓的腥臭之气 金角青年这次一出手 竟然数种神通 同时施展而出 大有一击就灭杀寒利之一 寒利见此情形 心中也未知一礼 对于其他攻击 还不放在心上 但是从那雪白小钟上 放出的空间神通攻击 他却心中大为忌惮 不过因为法力尚未恢复的缘故 他同样没有久战之意 心中一横之下 当即心念一催 一旁的金身 默然提表紫金之光大放 放出了阵阵的泛音之声 在金色灵光中 隐约有紫色符纹飘动不已 一条手臂一模糊 虚空一抓之下 一口金色断刃浮现在了其手中 残忍一声清明 方圆树里的天地元气 轰一下 仿佛受到召唤般的狂暴起来 纷纷化为无数五色光霞 现行而出 竟形成了一片 遮蔽大半天空的五色光幕来 这也是因为 此地是广寒界中 才会让天地元气 有这般惊人的天象 光目蕴含的惊人灵气 让对面的青年 也脸色不惊一变 但还未等他有何反应时 金身本身灵光流转不定 金萌萌光霞 沿着手臂往金刃上狂注而入 原本足有两丈高的金身 几个闪动后 竟诡异地矮了一劫下去 原本残缺短刃 金光狂闪下 一阵模糊 竟幻化出完整的刃身出来 持刃的手腕微微一抖下 从金刃上发出的清明之音 戛然而止 但高空中的五色光幕 却滴溜溜一转 往下方狂涌而去 纷纷没入了金刃之中 几个呼吸间的功夫 金刃就仿佛一个无底洞般 将整片光幕都吸纳得一干二净 原本只有持续长金刃 一下幻化成了丈许般长 表面几个符纹闪亮之下 就无声无息地冲对面一掌而下 一道金光从金刃上一飞而出 开始不过数尺来长 但一个闪动后 竟变成了没镜头的滚滚金流 奔对面狂冲而去 青年一见金色红流的声势 心中也是一下骇然 但是到了此步 自然不可能和韩丽把手言和 当即他口中一声力笑 同时一根手指冲韩丽这边凝重一点 顿时白色波浪 火晕 三色光焰 黑气一个翻滚下 纷纷笨金色巨浪迎头撞去 火晕 黑气 光焰方意和金浪接触 爆发出惊人巨响 但随之一闪的纷纷溃散湮灭 根本无法抵挡分毫 倒是那白色波浪 一下冲进了金光之中 发出异样的阵阵暴鸣之声 两者光芒交织闪烁下 一时僵持不下的样子 玄天圣切 原本心中大有怀疑的青年 一见此景 当即心中一沉起来 他竟将玄天残忍错认为 和那小钟同等的存在了 不过如此想的话 倒也不算太离谱 分成数片的玄天残忍 单纯从威能上说 的确和玄天圣气大为的相似 同样无法彻底发挥 玄天之宝的威能 只能模仿完整 玄天之宝的部分神通而已 这时青年手腕一动 将手中的雪白小钟 抛到了半空中 手指一屈下 冲小钟缓缓地弹去 当当树声清明 从中上一声声发出 手指隐隐泛出血盲来 每弹出一下 其脸色就骤然沙白一分 七八声钟铭发出后 青年脸上 已经没有半分血色了 显然敲响那小钟 消耗元气之大 远超常人的想象 即使这位有练须顶皆修为 几下弹出后 也立刻大现不知之色 不过如此多钟铭 从小钟上传出的效果 自然惊人之极 韩丽在一听到 第一声钟铭的瞬间 只觉两耳翁的一下 四周景色一模糊 就要身不由己地 被某种法则之力 直接扯入虚空之中 他自然吓了一跳 但马上心中一摧法觉 身上黑色魔甲 一下泛起一层层黑色符纹 这些符纹滴溜溜一转下 纷纷地爆裂而开 一股黑蒙蒙飓风 瞬间凭空形成一股无形的距离 将其严严实实地护在了其中 纵然那法则之力诡异之极 但也不过让将那巨风 一阵扭曲变形 就和无形距离互相抵消 却无法奈何得了 钟心处的含力 不过 当第二声钟鸣也传来后 巨风砰的一声 就再也无法抵挡法则之力的影响 直接溃散消失了 而三声钟鸣响起后 韩力魔甲 默然放出了刺目黑光 黑光附近虚空一阵阵朦朦胧晃动 发出阵阵的嗡鸣之声 法则之力竟直接作用到了天外魔甲上 让黑光一阵阵地晃动 韩力曾经数次操纵过玄天之宝 对法则之力的厉害 又怎会不知的 脸色竖变下 急忙单手一掐绝 就浮现而出 而就在这时 第三声钟鸣悠悠地传来 魔甲放出的黑光一凝之下 竟仿佛实体般的寸寸碎脸 韩力见此情形 嘴角抽搐一下 不再有任何迟疑了 背后双翅一扇而出 一声霹雳 韩力骤然化为一道清白电弧 在原地不见了 下一刻他原来战力之处 虚空一阵扭曲后 净他现般的一下 现出了一个黑乎乎的孔洞来 韩力竟堪堪避过了第三声钟鸣 所化空间之力的直接攻击 但是当第四声钟鸣传来的一瞬间 二十余帐外的虚空处 砰的一声 一团白光凭空爆发而出 里面一个浑身电弧缠绕的人影 跌呛而出 正是才刚刚没入虚空中的韩力 雷顿数竟然被那钟鸣之力 轻易地破去 在一声悠悠之声响起后 韩力只觉四周空气一景 整个人一阵天旋地转后 就被法则之力 避无可避的一下 笼罩住了其中 法则之力一下化为一股庞然巨力 落到了其身上 接着此力猛然易紧地往四周一扯 竟然就要将韩力身躯 直接四分五裂而开 但就在此刻 韩力双目猿争 漠然一声晴天霹雳般的大喝 身上金光仿佛骄阳般耀眼刺目 一下生出无数金黄色长矛 同时獠牙闭露 竟瞬间化为了一头金黄色巨猿 高足有五六丈 相貌凶恶 四肢粗大 仿佛拥有无穷力量 巨猿一声狂吼出口 四肢同时使劲一挥 碰当即一声闷响 四周虚空中 仿佛有什么东西 被一击而破 随后 巨猿仿佛凝笑了一下 大步一迈 巨大身躯一个晃动 竟不知如何地一下横跨三十丈距离 一下就到了金角青年附近 一只毛茸茸大手五指一分 不客气地一抓而下 一股恶风直奔青年呼啸压下 而金角青年 一件自己大损元气的催动小中 数种玄妙攻击 竟然无疑奏效 本身就目瞪口呆 在一件寒历镜化身巨猿的一幕 更是不能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对巨猿一下诡异到了身旁 并狠狠攻击而下后 却的确有些措手不及 根本来不及再催动那小中前去抵挡了 虽然他对寒历变化的巨猿 不了解分毫 但刚才此元单凭肉身 就硬生生挣脱法则之力的一幕 却看得清清楚楚 心中又怎敢小瞧分毫 故而青年无奈之下 只能单手飞快一掐绝 幻化出一口蓝萌萌的巨人来 寒光一闪 一口一横地迎向了毛茸茸手掌 另一口却直接向巨猿胸膛狠狠一掌而去 颇有唯为救赵之意 不过目睹此景 巨猿面无表情之下 对斩相自己的那口蓝刃根本不管不问 反而将全身力气都集中到了抓下的手掌上 一声仿佛金属撞击的翠响发出 那口抵挡的蓝刃方意和巨爪接触 就猛然一下矩阵 如同螳螂挡车般一下被击个粉碎 就被硬生生地一摊而开 竟连巨猿毛发都无法破开分毫 啊 金角青年真的恐惧起来 心中狂跳下 不加思索地猛然一催背后发箱 蓝色发箱猛然伸去一掌地向上一冲 同样挥动双拳迎了上去 同时青年又一张口 一股黑气夹杂一些壁丝 冲空中喷去 再飞快地手臂一抬 脸上血色一闪下 一根手指血芒一闪 就要不惜元气地再冲雪白小钟一摊而去 但是青年显然还是小瞧了 含力幻化巨猿的霸道 那蓝色发箱方意和金黄色巨爪接触 就被从爪上传来的神力 一下震得溃散消失 至于那股黑气更是被巨爪一抓而灭 根本未能阻止分毫 迅雷不及掩耳 巨猿手掌一落后 是青年护体灵光于无物 闪电般一把抓住了金角青年头颅 五指毫不迟疑地用力一捏 砰的一声 在一脸难以置信神色中 青年头颅就西瓜般地暴力而开 无头尸体晃了晃 就要往地面栽落而下 第1733章 脚吃涂谋 轰的一声 尸体却在倒下的瞬间 血光大放 随之一下暴裂了开来 血肉和体内残余 真力化为无数血雨 暴雨般地向四周激射而去 破空之声响彻了大半天空 在血雨中 一道奇弹无比的虚影 却一闪而出 如同鬼魅地扑向了不远处的那座雪白小钟 正是青年猿鹰所化顿光 他倒清楚得很 知道失去了肉身后 单凭猿鹰绝难逃出寒厉毒手 凡想将猿鹰掀附到银色小钟上 希望借助此中玄妙 未能来逃得性命 巨猿面对迎面激世而来的血剑 根本不躲不闪 反而面上绿色一闪 胸膛一鼓下一声大吼出口 这吼声仿佛九天神雷 方一出口 就震得附近天空都嗡嗡作响 前方大片的虚空 更是被阴波一卷而过后 纷纷地扭曲变形 凭空现出死网般的无数白痕来 寒厉所化巨猿这一吼 竟仿佛将虚空都一下震碎的模样 可见其中蕴含的威能之大了 那些血雨瞬间爆裂化为了乌有 同时那道虚影在吼声威能波及范围内 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 就同样飞回烟灭了 但大出意外的是 那口血白小钟 在青年原因破灭的一瞬间 猛然一声嗡鸣 光芒一闪下也自爆开来 不过此宝的自爆 却丝毫威能不显 只是化为一团白光闪动几下 就诡异地化为无数光点消失了 巨猿见此情形目中蓝芒一闪 但丝毫迟疑没有的身形移动 一闪地没入虚空中 下一刻 巨猿又默然出现在了那头 还和白色巨蟒纠缠一起的六足蜥蜴上空处 两只巨拳如同暴风骤雨般的狂杂而下 可怜那头蜥蜴也有炼虚中期的修为 但在韩力变身巨猿攻击下 几乎丝毫反抗之力没有地 被砸成了一块肉饼 甚至最后连妖丹都被硬生生地抓了出来 从肉身中飞顿出的妖魂 则被白蟒一口吞进了腹中 彻底的魂飞魄散了 巨猿一见这最后的敌人也被灭杀了 当即体表金光闪动 体型迅速缩小 韩力在空中请客间恢复了人形 然后一转手 盯着那雪白小钟消失之处 若有所思的目光闪动起来 就在小钟在广寒界自爆的同时 远在灵界的某处神秘宫殿中 一座被重重禁止包围的楼阁最高层处 突然传出了一声惊呼来 怎么可能 呼声中充满了惊讶和震怒之意 在阁楼入口处数名 金甲甲氏笔直战里 却面无表情 犹如根本未闻阁楼中传出的声音一般 而在阁楼高层中 有三名形态各异的脚吃人 望着供奉在一张翠绿玉桌上的一口雪白剧中 神色均都现出凝重之色 其中发出惊呼的 是一名年约三十余岁的中年美妇 头上身有一对翠绿小脚 但是单手掩着信口 美目中恼怒之色 桌子上的那口 剧中足有一丈高 除了大小外 形状颜色完全和金甲青年驱使的那口小钟 一般无二 而在玉桌下方的地面上 却并排名印着五个金光闪动的微型法阵 其中四个法阵中都空空如也 唯独最靠近剧中的一个法阵上 却悬浮着一团白光 白光和剧中光芒闪动 仿佛在互相呼应着一般 竟然有一件玄天圣器被毁了 连作为圣器主材料的神中真灵 都自行飞了回来 看来 那名持有这件玄天圣器的弟子 已经在广寒界陨落无遗了 美赋难难地开口了 这有什么稀奇的 广寒界中 不知有多少强族派人进入其中 这个小家伙 碰到几个神通逆天的对手 或者意外遭了界中 本土凶兽的毒手 也并非不可能的 另外一名身穿白袍 梅雨间生有一块青斑的老者 却一念胡须地说道 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世心兄 这话可不太对 有复制弥天中的玄天圣器在手 哪怕碰到圣阶存在 也应该自保有余的 况且 事先就严家吩咐过的 所有队伍都必须一起行动 实在想不出能碰到什么危险 让持有玄天圣器的核心弟子 在如此多人护送下 还陨落而亡 而且现在是半年后了 哪怕一开始被传送得再远 他们现在也应该到达目的地 开始按照计划行动了 最后一人 是一名白面无须的蓝袍中年人 淡淡一笑地说道 听到中年人如此一说 老者目光一闪地 沉思不语了 不管那名弟子如何陨落的 那对人失去了玄天圣器 也就失去了得到那东西的机会了 这可对本族的大忌大有影响的 中年美妇 反而恢复了平静 冷冷地说道 没关系 那东西一共分成了五份 只要其他四对人得手了 下一次广寒界再开启时 仍不会影响本族计划的 中年男子如此说道 就怕其他几对也出了问题 少了一份的话 还可以勉强补救 再少一两份的话 那可就麻烦大了 老者在沉吟过后 缓缓地说道 哪有如此凑巧的事情 万一真的如此 只说明 本族大兴的时机 注定未到而已 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中年男子含笑地回道 话虽如此 但是我们几人动用了 族中不少的珍稀材料 还打了弥天神中的主意 才练制出的几件玄天圣器 可是有些浪费了 要知道这些圣器 可是针对那些东西的封印 而专门炼制的临时性宝物 虽然未能不比 正式玄天圣器差哪里去 但是一年时间一过 就会自行解体消失的 如果没有什么收获 负责主导此计划的 我们可不好 和其他老家伙交代的 老者眉头一皱 有什么好交代的 二位难道忘了 我们的计划 原本就是一环扣一环 一箭双雕的吗 纵然广寒界知识失败了 本届计划 却十有八九会成功的 美妇目中寒光一闪地说道 此话倒是不假 也该到了结束 和天云这次一战的时候了 一听美妇此话 中年男子和老者互望一眼后 均都笑了起来 美妇却不再说什么了 一根手指冲金色法阵中 漂浮得白色光团一点 顿时那团白光中 发出一声悦耳的钟鸣之声 就轻飘飘地 直奔剧中一飞而去 并一闪地没入了其中 剧中翁鸣声发出 表面银色符纹 一层层的浮现出 韩丽自然不知道 自己击杀金角青年之举 无意中破坏了 角吃足的一件大忌 此刻他整个心神 都沉浸在了 刚才变化成巨猿后 那种一拳击杀强敌的体悟之中 显然金者觉得威能 也是随着修炼者的境界提升 威能倍增的 和上一次变身不同 境界练须后期的他 此神通的可怕威能 才真正展现而出 变身成巨猿后 肉身和神力的增幅 几乎让他有一种 甚至可以和合体期 存在大战一场的冲动 好在他心境经过 那幅星空图幻境的 岁月洗涤后 总算变得 比以前更加沉稳了 这才仍能保持身心的平衡 不至于出现 心境失去控制的情形 不过相比此事 他对雪白小钟 一下莫名消失的事情 也大感可惜之极 这件疑似玄天之物的宝物 实在神妙异常 若是能抢到手的话 可以让他实力大增的 但既然此宝诡异的 消失不见了 他也只能无奈地 吸了此心思 将青年一流的宝物一收后 就化为一道青红破空离去了 片刻功夫就出现了 数万里外的高空 在顿光中 韩丽开始细细思量 自己下边的计划了 虽然他已经协助 刘耀二人将是段天刃 和采流音想要的东西 取到了手 但是当初先答应石检族 取得一些炼器材料 还未到手 固然段天刃说过 只要帮其 将静止中宝物取到手 此事不必放在心上 但他可不愿被石检族 将此事当借口 阻挠借用那超级传送阵的大忌 故而心中一思量 那矿点所在之地 和剩余时间 自觉时间还充足 还要往那处矿点跑上一趟 不过在此之前 他必须将先前损耗的法力 先恢复了再说 这广寒界如此凶险 他纵然修为大静 也不敢有丝毫大意之心的 韩丽心中思量完毕 当即一调整方向后 向远处积舍而去 小半日后 韩丽在一片 看似普通的小树林上空 停下了顿光 现出了身形 他在空中略一盘旋 双目蓝芒闪动的 四下扫了几眼后 似乎觉得没有什么危险了 当即化为一道清光 直接落入到了密林中 韩丽找了一棵树人 都无法抱过来的参天巨树 没入树根处的一个树洞中 然后抬手射出树杆阵棋 在洞口处消失不见 组成了一个简易的隐匿法阵 将树洞一下遮蔽起来 袖袍一抖 一道黄光从袖中一飞而出 一个闪动后 一只毛茸茸小兽落在了地上 正是暴灵兽 此兽当初吞噬了 三目暗兽的几颗腰单后 一直在灵兽环中沉睡 前不久才刚刚苏醒的样子 他虽然已经炼化了那些腰单 但从外表上看去 似乎并未太大变化 只是身上多出了一些漆黑花纹 并且散发的气息 却略有些不同起来 让韩丽都有一种 危险危险的样子 这让他不禁多打量了此兽两眼 第1734章 飞鸿鱼 韩丽虽然一时无法看出暴灵兽的改变处 却知道 能让如今的他都感到威胁的东西 自然绝对不同一般的 可惜现在可没有功夫西家研究 也只能等到离开广寒界后 再好好检查此兽的一遍了 韩丽心中思量着 用神念沟通暴灵兽 吩咐一声警戒后 就盘膝坐下 双目微闭地开始打坐起来 上次恢复的法力原本就不太多 再加上又遇到脚吃人一番大战 体内灵力更是所剩无几了 于是 韩丽在这树洞中一待就是七日光景 才将体内法力恢复了将近九成 按照他本意 自然是打算将法力全部恢复后 再离开的 但是第八日的中午时分 突然起耳中传来了从暴灵兽的一声嘀吼 韩丽一个机灵 一下从修炼中清醒了过来 并默然睁开了双目 一阵紊乱的灵气 波动在附近若隐若现 并从极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暴烈之声 仿佛有什么人在上空正在争斗的样子 韩丽心中一动 二话不说的神念悄然放出 往树洞外一扫 结果神色不禁有些怪异了 只见密林上空 赫然上演着一场凶兽间的追逐大战 一大一小两只体型悬殊极大的异兽 正在数千丈上空一边争斗 一边互相追逐不停 前边那只体型不过丈许 但是浑身皮毛金光灿灿 双目漆黑入目 竟是韩丽在暗兽森林见过的那只被同类追逐的暗兽之王 只是此时的这只王级暗兽更加的狼狈 不但身上皮毛不少地方一片焦糊 后面的细长尾巴更是莫名地少了大半截 但纵然如此 此兽仍然凶艳不减分毫 一边化为一道金影向前击射而逃 一边不停回手喷出一道道金色锋刃 金色锋刃一离开金色暗兽大口 就化为数尺巨大 一闪即适下 就到了数十战后的虚空处狠狠斩下 后面的另一头异兽 对着金色锋刃却视若无睹 体表灵光一闪就将这些攻击反弹而开 防御神通之强实在让人骇然 而这头异兽体长超过十丈 竟是一只猪手娇身的神秘怪兽 头颅雪白身躯蓝光灿灿 气息比金色暗兽还要强上几分的样子 怪不得王级暗兽根本不敢正面争斗 只是一面飞盾一面游陡的模样 韩丽将暴灵兽一收身上清光一闪 平住了呼吸 二兽大半星神都放在眼前强敌身上 倒也没有注意到下方的韩丽 片刻功夫 二者一前一后从密林上空一掠而过 没入远处天边不见了踪影 韩丽眉头微皱下 身上清光一脸的恢复如常了 这只王级暗兽怎么也跑到这里来了 他心里自然有些诧异起来 不过如今的他 面对二兽道也并没有太多的畏惧 当然也不会平白无故 给自己找上一场大麻烦的 这才在刚才藏匿不出 王级暗兽的出现虽然有些突然 但因为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 韩丽并没在多想什么 经过此番骚扰后 他也不打算继续留在此地了 毕竟二兽经过密林时留下的气息 分外强烈 很容易引来附近区域的其他凶兽到此 好在二兽追逐方向 和他要去的地方并不一致 倒无需有太多的顾虑 他将门口静置一收后 就化为一道青红飞出树洞 继续上路了 在顿光中 他手中各自握着一块顶阶灵石 源源不断地吸取着其中的精纯灵气 相信他 即使不用专门的调膝打坐 不用多久后也可将体内法力补充完全了 韩力一路日夜赶路 这一走 就足足一个月的光景 路上除了碰到一些不长眼的低阶凶兽外 倒也并未惹到什么麻烦 和碰到其他的一组队伍 他自然大为欣喜 这一日 韩力在顿光中 远远看到前方出现一个一眼 无法望到尽头的巨大湖泊 湖面碧蓝四海 空中万里乌云 一幅风和日丽的迷人画面 韩力看见此湖泊 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来 同时小心地将神念移放而出 往附近湖面一扫而去 地图上没有标注错的话 此行的目的地可马上就到了 片刻他神念一收 破空声大响 锁化青红 一下顿入了湖面上空 并向更深处积涉而去 数个时辰后 韩力神色未变了 此湖的巨大 绝对远超原先想象 以他恐怖的顿速 外加如此长时间 四周还是同样一番无边无际的景象 要不是一路行来 所持地图丝毫未见有错 他都以为雾闯入了某个无名海中 更让韩力不安的是 从进入此湖到现在 除了湖底的一些普通鱼类外 竟罕见一些通灵的其他手类 偶尔有几只 也都是非常低阶 并擅长隐匿的狐兽 全都隐藏在湖底隐蔽之地 一动不动 要不是 他神念超乎寻常的强大 还真无法轻易发现他们的踪影 韩力目光闪动下 心中警惕新大气 同时心念飞快转动起来了 这种情形 他可并不陌生 十有八九是湖中盘踞着极其厉害的凶兽 才会将其他低阶兽类惊走的 虽然当初使剑族交代得清楚 说此区域很安全 并没有什么强大的凶兽存在 但这话说的 可是上一次广寒界开启时的事情了 如此多年过去了 此地另被什么强大凶兽占据了 似乎毫不出奇的 他这般想着 不禁有几分迟疑起来 为了使剑族的一些炼气材料 是否还值得冒此风险 似乎需要重新合计一二了 毕竟即使他不跑这一趟 段天人也说过 会帮他为超级传送阵之士说情的 以此位在使剑族的地位 应该不会虚言才是 但他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而且他风尘仆仆地 如此长时间赶到此地 就这般马上掉头就走 自然也大不甘心的 韩力面色阴晴不定地 这般思量着 顿速不觉 开始放慢了许多 就在这时 远处湖面尽头处 却出现了一个黑点 随之越来越大 净化为了一座巨型的湖中之岛 韩力见此 目光一眯 干脆直接停下了顿光 远远地眺望而去 看上去 此岛足有千余里之广 并且 上面有一高一矮两座山峰 并排连绵一起 高歇的那座山峰 足有万丈有余 表面灰扑扑的 大半截山峰 竟然寸草不生 低矮些的山峰 也有三四千丈 但通体翠绿 树木茂密异常 看来就是这里了 韩力喃喃两声 目光飞快落到了那座灰色山峰上 目不转睛地凝望着 此岛的外形和地图上记载的 几乎完全一样 而石检族所提的珍稀材料 正是高大山峰上的一种特有矿石 此矿石也只有广寒界才有 并且对此足颇为重要的样子 韩力正看着出神的时候 忽然神色未知一变 漠然一只 锈刨朝下方一抖 一口青涩小剑一闪地喷出 几乎同一时间 下方看似平静如静的湖面 突然轰得一声 一根水珠一喷而出 直奔韩力击射而来 青光一闪 水珠就被小剑锁化剑光 一分为二 呱的一声怪叫传出 一只藏身在水珠中的怪鱼 同样被剑光一斩两截 洒落出许多绿血 往湖面掉落而去 韩力一低手 目中蓝芒一闪下 也就将怪鱼模样 看了个清清楚楚 此鱼只有持续来长 但通体毕率 倍生双翅 并且细看之下 竟然投入酷似毒蛇 腹部似乎还有一对 纤细到几乎无法看到的爪子 韩力眼角跳动一下 静盈盈觉得 这种怪鱼 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说过似的 不过一时之间 却也无法马上想起 相关的详情来 但是下一刻 让它吓了一大跳的一幕出现了 那只怪鱼蚕尸方 一掉入湖中 方圆树里内 突然万鸣奇想 一根根水珠 从湖面骑喷而出 一眼望去密密麻麻 也不知有多少根的模样 水珠一散而去后 一只只体型大小不一的怪鱼 全悬浮在了低空中 并都用丝毫感情不怠的眼神 钉向了韩力 这些怪鱼和死去的那只怪鱼 形状一般无二 但是体表却是五颜六色 并且隐隐散发着 异样的艳丽灵光 显得神秘异常 飞红鱼 韩力目睹此景 却一下失声出口 终于一下想起了 这些怪鱼的来历 当年 他在天鹏族盛城的时候 从一本非常古老的典籍中 偶尔看到过 有关此鱼的记载 别看此种怪鱼的名字 似乎非常好听 但是上古时候 生活在海中的异族人 一提到此鱼名字 却是爱很交加 爱的是 此种怪鱼内丹 是一种极其稀有的上古丹药 七彩丹的主原料 而七彩丹 是一种用来专门 饲养上古灵虫的特殊丹药 据说灵虫经常服用之下 不但可以提前催熟 即使成熟体肤下后 也能有一定几率变异 和再次进阶的 在上古时候 就是稀有异常的 恨的是 这种怪鱼不但自身奇毒无比 所喷毒液 几乎无物可挡 而且一向是群居活动 只要一碰见 少则数千 洞则数万 落单之人碰到此鱼群 除非一些身怀特殊神通之辈 时有八九 只有陨落而亡的范 不过此种怪鱼 在上古时候就已经裂绝了 也就只在一些族群的上古典籍中 还留下一些记载罢了 韩丽没想到 如今在广寒界的此地 竟然还能见到这种怪鱼来 他这时也有些恍然大悟 为何湖中有灵性的中高阶兽类 均不见了踪影 多半是不是被这些非红鱼毒杀吞噬掉了 就是吓得早逃之夭夭了 第1735章 真火克敌 当然这非红鱼纵然如此厉害 但是和本身稀有相比 就不算什么的 否则也不会昙花一现般 在灵界被大神通之人 如此快地灭杀一空了 现在他在此地遇到了这种怪鱼 还真是意外之极的事情 虽然点击上将非红鱼的毒性 说得可怕之极 韩力还是有些将性将疑 当即单手一挥 一层灰蒙蒙光幕在身前浮现而出 另一只手掌一翻转 一股五色光焰滚滚涌出 两者一个翻腾下 均都化为一层光幕 将其团团护住了 接着韩力又毫不犹豫地袖袍一抖 数十口青色小剑从袖中狂涌而出 在四周一阵盘旋后 一阵嗡鸣地分化出数百道剑光来 每一道都清光蒙蒙 寒光闪闪 密密麻麻地遍布四周虚空中 附近那些飞红鱼一见此景 也不知哪一条飞红鱼 发出一声尖利的鸣叫 顿时众飞鱼光芒一闪 骑往韩力这边 气势汹汹地飞扑而来 斩韩力脸色一沉 单手一掐绝 口中一声森然的低喝 数百道剑光一颤之下 向四面八方击视而出 一道道粗大清光 在鱼群中狂扫而过 剑光锁过之处 所有飞鱼纷纷一展两半 尸体化为团团绿雨 从空中坠落而下 转眼间就有千余条飞鱼一展而灭 附近血腥之气大起 纵然轻竹风云见犀利无比 四周铺来的飞鱼仍然前扑后继 不可能一下全部斩杀一空 其他的飞鱼一飞到稍微近前处 口中鸣叫之下 纷纷从中喷出一团团拳头大绿色叶团 铺天盖地的奔韩力而来 韩力脸色一变 手中所掐剑绝在位之一变 四下狂扫的剑光骤然间一缩 竟在清明中化为一朵巨大清廉 徐徐转动之下 将中心处韩力彻底遮蔽在了剑木下 数百道剑光汇聚之下 完全变成了一副防守之势 韩力清楚得很 只要能挡下这些飞鸿鱼的毒液攻击 将它们一举全灭 就不是不可能之势 毕竟飞鸿鱼的最大依仗 也不过就是锁喷的毒液 它纵然修为大镜 但能否真挡下这种传闻中的剧毒 心中同样有些忐忑的 不过不是上一试的话 毕竟不甘心的 那七彩丹据说神妙异常 对试金虫可是大有用处的 若能让试金虫威能更上一层楼 些许危险 还是值得冒上一冒的 它自问有数种一保护身 外加身兼数种大神通 就算情形不对 不计保命退走 还是绰绰有余的 这时最外层的青色巨帘 已经绽放开来 轻蒙蒙的连伴 形成了一层层的青色剑木 看起来艳丽之极 扑扑 之声大作 绿色叶团纷纷地 积在了连伴之上 看似风雨不透的防御 竟冒出一股股青烟 随之献出一个个 大小不一的孔洞 青色剑木 一下变得千疮百孔了 这些肺鱼喷出的毒液 连青竹风云剑锁化剑光 都轻易溶解洞穿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韩丽心中一惊 脸上倒也没有露出 什么金黄之色 纵然青竹风云剑有些受损 但以此见的神通玄妙 自然顷刻就可恢复的 但当绿叶再一次 和五色光艳接触 并竟也轻易地溶解而开后 它目中终于露出了凝重之色 手中法觉再次一变 五色光艳一闪之下 开始疯狂旋转起来 进化为一道五色旋风 不少机舍来的绿色夜团 纷纷被一弹而开 但是四周飞红鱼实在太多了 喷吐的毒液 也无穷无尽一般 纵然五色光艳威 能已经被催到了极大 还是被化为了乌有 露出了最里层的灰蒙蒙光幕 绿叶一拍上 吱吱吱声大起 寒丽眼角狂跳之下 漠然发出一声冷哼 一张口 一团拳头大银焰 喷出了口外 扑斥一声 银焰光芒大放下 化为了丈许般巨大 滴溜溜一转下 又化为了一只巨大火鸟 却寒丽毫不犹豫的一点指 银色火鸟双翅一盏 仰手发出一声清鸣 双翅一盏的 就从灰色光幕内一扑而出 结果银焰闪动下 那些奇毒无比的绿叶 一击在银色火鸟上 竟遇到刻心般的 化为五颜六色的雾气 一散而开 竟无法奈何巨大火鸟分毫 寒丽见此情形心中大喜 正想在施法 一催银色火鸟 一部分的飞鱼 突然同时发出怪叫之声 接着锁喷吐的绿叶 猛然被一催地 往空中同一点汇聚而去 转眼间 一条由毒液幻化而成的绿色巨蟒 一下幻化而出 足有七八丈之长 栩栩如生 毒蟒身子一躬之下 就带着一股腥风 直扑银色巨鸟 而火鸟自然也不会示弱什么 双翅煽动几下 在一张口 一股刺目乳白的火焰一喷而出 竟是使灵火鸟 当初在魔晶山脉吞噬的金屋真火 此火翼和毒蟒撞击到一起 竟火上焦油般的一下高涨数倍 就将巨蟒淹没在了汹汹火海之中 刹那间 毒蟒就在白色火焰中 一声哀鸣地化为了乌有 这时寒历口中再发出一声大喝 单手掐绝 隔空冲银色火鸟一点指 巨型火鸟体表火雨一阵流转 竟然一下 由银色全化化成了乳白之色 下一刻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火鸟近一下自爆开来 无数纤细火丝 向四面八方击射而去 原本漫天飞射的绿叶 被这些火丝洞穿之下 纷纷化为团团火球爆裂开来 转眼间 飞红鱼的毒液攻击为之一顿 而已经溶解大半的灰色光幕 瞬间光芒大放地恢复如初了 趁此机会 韩力也终于缓过手来 两手食指飞快冲身前 虚空一阵极点 阵阵轻光闪动下 一口口原本消失的持续长飞剑 顷刻间就浮现出了 然后 被韩力全力一催之下 均都一模糊地幻化出重重剑光出来 并再次向四面八方击射而去 那些飞红鱼纵然口中仍然毒液喷吐不停 但是在无数白色火丝漫天飞舞之下 无法对青色剑光有何威胁了 没有了毒液的忌惮之后 数百道剑光在飞鱼群纵横披靡 这飞鱼中修为高些的 还能抵挡一两次 低阶的飞红鱼则根本必无可避 纷纷化为一块块蚕食坠落而下 如此一来 在士林真火所化火丝和众多剑光协力之下 一展茶功夫后 四五万只飞红鱼竟全被韩力一人斩杀一空 当他单手一招地收回了剑光和士林真火之后 虚空中已经空空如也 但目光朝下方一扫后 人却不禁震了一震 湖面上除了那些飞红鱼的蚕食外 竟然还另有更多的其他鱼类尸体 肚皮倒翻地悬浮在湖水之上 远远看去 附近湖面到处都是白花花的一片 显得诡异之极 韩力眨了眨眼睛 目光在附近湖水中有些异样的淡绿上 多望了两眼后 也就露出了恍然之色 先前飞红鱼所喷的毒液 虽然大多都被士林真火化为了乌有 但先前还有不少被一摊而开的 结果落入了下方湖中 竟然将附近湖中的鱼类 全都毒杀了不少 虽然他已经对那些毒液的毒性之强 有了一些了解 但湖面上一幕 还是让其心中微寒 要不是 他修炼有士林真火在身 即使还有其他办法解决这些飞鱼 但过程也绝不会像眼前这般轻松的 多半要不惜神念地 驱使那些士金虫 或者再次动用玄天残忍 这两种手段动用的后遗症 可是不轻的 不到最后一步 他自然不会轻易动用的 韩力心中思量着 但是袖子却朝下方默然一抖 顿时一团白光飞射而出 一个闪动下 就一下化为了一名头杂小便的女童 拜见主人 不知主人有何吩咐 女童自然就是曲儿了 方一现身 就笑嘻嘻地冲韩力失了一礼 问道 你将这些怪鱼头颅中的内丹 全都取出 刚才动手时 我故意保持了他们的完整 做完之后 就到岛上找我吧 韩力淡淡地吩咐了一声 是曲儿一口答应了下来 肩头一抖之下 破空声大作 无数寒人发出痴痴声的 从女童背后击射而出 然后一个盘旋后 就纷纷朝湖面击射而去 女童自己也身形一动之下 向下方湖面徐续飘去 韩力则顿光一起 化为一道青红的 直奔远处岛屿 积射而去了 一小会儿功夫后 顿光一脸 韩力身形 在那座灰蒙蒙山峰的上空 现出了身形 双目一眯 她朝下方山峰扫射了过去 好一会儿后 才漠然单手一翻转 手信一下 多出一件金光闪闪的圆盘 韩力低手望了一眼 这件石剑族 在出发前 派人送到其手中的法器 眉梢微微一条 一张口 一团清气一喷而出 一闪即逝下 清气就没入盘中 不见了踪影 然后她另一手一扬 一道白色法诀打出 同样记在了法器上 一便顿起 金色圆盘金光闪动下 翁鸣声大起 一道道银色符纹 从盘中浮现而出 随之此法器一颤 竟漠然挣脱韩力五指 化为一团金光朝下方山峰 积射而去 第1736章 浑圆尺 砰的一声后 金光一下暴力而开 从圆盘中 喷出一道道银符 向山峰各处积射而去 荧光闪动下 符文纷纷没入山石中 然后在山腹中 飞快地穿梭不停起来 韩力静静地悬浮在空中 面无表情地 不再有任何举动了 一盏查功夫后 下方虚空中的圆盘 突然一声嗡鸣声响起 接着金光大放起来 韩力见此情形 没烧一条 单手冲下方一台 圆盘一颤之下 冲高空积射而来 一闪即逝后 就诡异地出现在了手心中 韩力低手扫了一眼 圆盘表面符 献出一团刺目光团 他嘴角抽搐一下 提表黄光一闪 立刻向下方山峰 击射而去 无声无息 一下没入了山峰中 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在山腹中飞顿着 只是片刻功夫 他眼前一亮 一个巨大的窑洞 诡异地出现在了下方 一颗头颅大小的银色光团 悬浮在窑洞中间处 纹丝不动 正是由先前从圆盘中 飞出的银色符纹凝聚而成 顿光一脸 韩力就出现在了窑洞之内 目光飞快地向四周一扫 顿时发现了数个蜿蜒的通道 和这里相连着 他神色动了一动 大步地向其中一个通道走去 通道中漆黑异常 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但韩力随手一扬下 就有数颗白萌萌金石 从袖中一飞而出 在骑头顶处 盘旋不定起来 如此一来 通道中自然变得如同白昼了 韩力只走了一小节后 就将神念放出 向四周坑坑洼洼石壁一扫而去 结果片刻后 他脚步一顿 在一张口 一道清光一喷而出 一闪就寄在了石壁上 石壁在犀利见光下 如同豆腐般地被遗弃而开 转眼间 一个直径半尺的石洞符 陷在了石壁上 当的一声一响 从黑洞中诡异传出 在狭小通道中 显得异常清晰 韩力听到后 脸上却现出一丝喜色来 单手一掐绝 冲动中虚空一点 嗖的一声 一口青色小剑 从里面击尸而回 剑身上赫然洞穿着一块 黑紫色的不知名矿石 果然是这里了 除了亮道还真的不少 要全带走的话 恐怕要多花费几天功夫了 韩力抬手收了飞剑 将矿石抓到手中 细看了两眼 喃喃地自语了一句 他自然不会真将自己 留在此地当矿工 当即一手王储物灼中一服下 树团灵光一飞而出 身前多出树之行 撞各异的傀儡 这些傀儡 都是他在人间炼制的 等阶虽然极低 但是当一名苦力矿工 还是绰绰有余的 韩力在一排头颅 将第二原鹰也放了出来 好留在洞窟中 负责重傀儡的活动后 自己就施展土盾树 到了山顶处 这时群儿也带着 数以万计的飞红鱼妖丹 从湖面处飞了过来 并将装着妖丹的储物镯 交给了韩力 他检查过后 大为满意 口中夸奖了几句后 就将储物镯小心地收好 主人 群儿感应到这座岛上 似乎有不少灵药 小臂去将它们采来吧 群儿犹豫了一下 忽然这般冲韩力说道 灵药 你本身就是天地灵物之体 由此感应的话 多半不错的 好吧 此地并没有什么厉害的凶兽 时间也充足 你去寻找一二吧 韩力听到这话有些意外 但也没有阻拦之意 思量了一下后 就点点头地同意了 多谢主人 那小臂就去了 女童喜笑颜开起来 随之它白光一闪 化为一团灵光腾空而起 一个盘旋后 往附近另一座翠绿山峰 积涉而去 韩力笑了一笑 当即在附近找了一块巨石 随意地盘膝坐下 袖子一抖 十几道颜色各异地震齐积涉而出 几个闪洞下 纷纷没入四周虚空中 不见了踪影 扑的一声 一层五色光幕浮下而出 将整座山头都照在了其中 但是一闪之下 又诡异地消失不见了 从空中远远看去 此地似乎和先前没有多大区别 只是原本应该盘坐在巨石上的韩力 变得踪影全无了 他布置好了静置后 这才放心的单手一掐绝 身上金光大放 背后一道金影一冲的浮下出 正是范圣法相 冲法相一点 顿时三手六臂法相提表紫色浮温一闪 就幻化成了金身 站立在身前处 一动不动了 韩力双目一眯 上下打量着金身好一会儿 才忽然单手冲其一招 金身三颗头颅中的一颗一张口 竟喷出了一团荧光来 里面隐隐包裹着一物 正是当日斩杀那名金角青年收取的银尺 此宝虽然不是玄天之宝 但是当日也表现得玄妙异常 未能不可小瞧 多半也是通天灵宝等级的宝物 他心中一直尚未确定 此刻才有空闲拿出来 加以辨认一二 银尺一闪之下 就被射到了手中 韩力一边手指在银尺表面浮动 一边缓缓闭上双目 将神念探入了其中 神色始终平静无波 不知过了多久后 才双目默然一睁 混缓尺竟然是一件通天灵宝 只要将里面记载的通宝诀修炼一下 就可以驱使此宝了 他低语了一声 随之捏着银尺的手掌 轻光一闪 将一股股精纯灵力 注入了宝物中 下一刻银尺发出了长明之音 一颤之下 默然从表面喷出一片银色光幕来 在光幕中一排排上古文字 整齐地浮现出 韩丽目光闪动下 就将混缓尺的通宝诀末记在心 手腕一抖下 顿时光幕一散 宝物也一闪地消失了 随后他又将金身一收 双手掐绝下 开始修炼这混缓尺上的通宝诀了 时间过得飞快 三日时间一闪即过 以韩丽现在的炼顶峰修为 自然无需像当初须天顶那般 修炼如此长久 短短三日时间 就将此宝的通宝诀修炼完成 将此尺可以大小随心地收入了体内 而在这段时间内 下面的那些傀儡 也将山峰中暗藏的不知名矿石 挖掘得七七八八 估计再过一日光景 就可完成任务了 在此期间 曲儿这小丫头 也从岛上采集到了不少的药草 其中一些 还真是灵界罕见的灵药 这倒是一个意外之喜 不过一连两日没有出什么事情 曲儿这丫头 胆子倒也大了不少 竟开始在附近的湖底处 去寻找一些 生长极其隐秘的灵草 韩丽因为正修炼那通宝诀到关键之处 只是传音叮嘱了他两句后 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但当然 他自然将一缕神念 留在女童身上 以防真有什么意外发生 结果 也不知是有仙剑之名 还是注定要有一场麻烦 在他将通宝诀修炼完的半日后 正在山峰上打坐养神的时候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忽然间脸色一寒 冰冷知急地说了一声 找死 就一下化为一道 青红冲出静置 朝某个方向破空飞去 几个闪动后 青红就一下消失在天边尽头处 几乎同一时间 在离岛屿数百里的湖面上空 三道顿光金黄之急地 向岛屿所在方向激射而走 一团白光中 有一名矮小人影 赫然正是曲儿 而在离他们数里外的后方 则有四辆三角形的古怪战车 紧追不舍 这些战车每一辆 都不过数丈大小 但是表面绿袖斑斑 灵光暗斑 甚至还有些残破的样子 但是顿速之快 实在害人听闻 一个晃动下 就无声无息地 划出数十丈远去 纵然曲儿也是精通顿速之人 也只能一点点地 被后面战车拉近距离 至于前面其余两道顿光中人 飞顿速度 甚至还在曲儿之上 甚至勉强可以 和后面飞车 保持距离不变的样子 嘎嘎 岳道友 你已经在前面一站中大损元气 现在纵然激发潜力 又能跑到哪里去 识趣的话 将你们手中的酒燕草交出来 我倒可以让你兵捡 再修来上 一个嘶哑难听的男子 声音一下从后面一辆飞车中传出 似乎已经有些不耐的样子 哼 本仙子就是将此灵草毁去 你们也别想再得到半分 前面一道蓝蒙蒙顿光中 一个冰寒的女子话语响起 岳仙子何必和他们废话 他们竟然在得到宝物后 立刻翻脸暗算我等 绝不能再相信半分了 另一道灰光中 也响起一个老者 愤怒异常的声音 徐老放心 经过先前之事 本仙子要还相信他们之言 才真是可笑之极的事情 女子声音一缓地说道 几乎同一时间 老者耳中却响起了 女子隐秘的传音之声 虚老 是此方向不错吧 我们恐怕真无法坚持多久了 应该不错的 先前的法器反应 这方向应该由我们天云之人 在附近才是 后面那个女童气息有些奇怪 好像是什么东西修炼成型的 多半是此地其他对人携带的灵兽 我们被他们种下了印记 也只能冒险赌上这一把了 老者大声地说着其他话语 但暗地里同样向女子传音回道 女子听了这话轻叹一声地不再说什么 只是全力催动顿光机设向前了 第1737章 荣族 后面说话的一族人 一听到前方老者和女子的言语后 自然大怒起来 也不再继续说什么 而是口中发出一声力啸之声 四辆战车一下发出嗡鸣之声 然后往同一辆战车汇聚而去 结果光芒大放下 一辆体积数倍以前的陌生战车浮现出 此车足有十余丈长 成林形状 并且在战车前端 多出一个四胶非胶 四蟒飞蟒的怪兽头颅来 而巨型战车一出现的瞬间 四周采光一闪 浮现出两对仿佛蜻蜓般的细长一尺 前方的女子和老者一见此景 君都漠然一惊 快走 老者倒还算心得不错 猛然冲后面的曲儿 大声提醒一句 接着顿光方向骤然一变 就和女子顿光合二为一地破空而去 顿速足足是以前的背墟以上 而几乎同一时间 后面战车四翅一扇动下 前端浮雕处的怪兽头颅 就双目红光一闪 嗖的一声 一下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曲儿经老者提醒 神识自然感应到了身后一幕 他心中大惊吓 体表白光骤然闪动 也想不惜真元地施展一种秘术 加快顿速 但显然此举有些迟了 上空处空间波动一起 一团模糊青光一闪地 从虚空中击视而出 随之一声怪笑后 竟从青光中 飞出一只数丈大的巨爪 一把向下方顿光抓去 曲儿虽然不是他们此行追击的目标 但是既然追上了 也绝没有放过的道理 大有顺手一灭的意思 白光中的女童面色大变 一咬牙下 单手一掐绝 顿时从身上喷出了数百口 寒光闪闪地薄刃 笨大手一窝蜂地狂斩而去 一一声哑然从战车中传出 但是巨爪却丝毫停顿之意没有 反而一股绿蒙蒙光霞 从手心处一喷之下 轰隆隆地一阵巨响后 就将大半飞刀一卷冲开 五根手指仍巨柱般地狠狠落下 啊 女童望着遮晕逼日般的巨爪 脸上苍白无血了 她可很清楚 自己这点神通绝 无法接住此等惊人攻击的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时 一声冷哼从附近虚空传出 声音不大 但是不知为何 却清楚地传入所有人耳中 随之荧光一闪 一只母许大的银色大印 漠然出现在半空中 风雷声大起 巨印冲巨爪一杂而去 轰得一声巨响 那巨爪纵然也算体积惊人 但又怎能抵住 仿佛小山般的巨印一击 顿时在暴裂声后 如同阳春溶雪般地 化为了乌有 是谁 胆敢管我们戎族的事情 清光中顿时发出一声怒吼 灵光一脸之下 现出了菱形战车来 两侧细长透明 赤一微颤个不停 在战车上 还站着四名通体 被绿光笼罩的人影 他们乍一看酷似人形 但细看之下 却和普通人族截然不同 不但浑身被碧绿色的印毛覆盖 头颅更是仿佛豺狼般的猙獰 让人一看之下 就心声中寒意大貌 你们既然对我的婢女出手 那也试试我 心得的宝物吧 一个男子的话语 从虚空中冷冷传出 接着人影一闪 一名被声金银语痴的青年 就出现在了半空中 并一抬手 灵光闪动 一柄银灿灿尺子浮现出 自然是刚刚动用风雷翅 几乎横跨虚空感到的韩力 刚才放出的银影 正是那枚天罡硬所画 随着她修为大镜 慈宝在其手中的威能 远非先前可比的 这才一击 就轻易击散一族人幻化的巨掌 韩力现在法力尽负 并且刚刚将 混远尺的通宝诀修炼成功 自然不会对眼前的四名异族人 有何忌惮之心 故而一见他们对曲儿出手 当即杀心大起 手腕一抖下 混远尺在手中低鸣不已 片片池影 顿时在身前狂涌而出 将其身形一下淹没其中 多谢主人相救 咦 韩道友 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同时响起 却是曲儿满脸欢喜的谢道 以及前方逃顿的那名老者 一下失声地叫道 韩力神色一动 目光朝前方已经停下的 顿光中望了一眼 那名女子和老者 已经显出身影来 老者看起来有些眼熟 那名女子却一眼就认了出来 正是在云城时和她一起 带队进入广寒界的那名月仙子 此女一向心静如水 但此刻望向韩力的目光 也露出一丝意外之色来 而那名老者 却大松一口气的样子 对老者来说 多了一个帮手的话 他们纵然还不是这些戎族人对手 但是保密的希望 却自然大大增加了 特别她可清楚地记得 韩力可是另外一对人的领队之人 附近说不定还能有 其他天云人的帮手 韩力同样有些意外 但是只是 冲二人淡淡一点头 身前池影就呼啸一声 冲对面四名异族人击舍而去 荧光铺天盖地 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生是惊人之极 飞车中的四名戎族人 一见此景 先是一惊 当即其中两人 不加思索下的一起出手 一人单手一翻转 一杆黑乎乎的翻骑 出现在手中 迎着池影一晃之下 顿时无数黑气化为 一道道黑锁冲天而去 另一人则一张口 竟喷出一面碧绿色的铜镜来 滴溜溜一转后 一下化为了树齿般高大 镜面绿光一闪 无数绿燕从中狂涌而出 冲空中一卷而去 战车中的另外两人 则冷冷地打量着韩力 并没有出手之意 显然认为 两名同伴的出手 足有对付这点攻击有余了 韩力望着此景 嘴角抽搐一下后 握着混圆齿的手掌 轻光大放起来 精纯知己的灵力 仿佛洪流一般的 往齿中狂驻而去 虚空中原本还有些模糊的池影 灵光狂闪之下 纷纷化为一柄柄半齿 来长的银齿 表面雷光闪烁 银湖浮现 轰隆隆的巨响传来 无数银齿一下 冲进了黑锁和绿燕之中 挥动之下 将二者纷纷一击而灭 一下就大战了上风 咦 还真有些神通 在飞车中 没有动手的两名异族中 一人眉头一皱 袖子冲寒历一抖 红光一闪 一颗赤红圆珠一飞而出 瓷宝一闪之后 就化为了头颅般巨大 表面红色符纹翻滚 一团团火云 凭空浮现而出 寒历远远地看见此景 双目一眯 突然一只漆黑如墨手掌 往虚空一抓 扑的一声 一座丈许高的黑色小山 诡异地出现在了 巨大珠子的上空 并往下一落 那名刚寄出此珠的一族人 一见此景 顿时吓了一跳 他这颗宝珠 可不是用来和别的宝物 硬碰硬用的 当即心中一急的一锤法觉 硕大红珠一晃之下 突然幻化出 十余颗一般无二的幻影出来 然后一声嗡鸣 同时一颤地 向四面八方射去 远处寒历目中蓝芒一闪 猛然冲山风摇摇一点 黑色小山 灰蒙蒙光辖一番转下 就不见了踪影 但在下一刻 其中一颗圆珠上空灰光一闪 黑色小山再次浮下出 并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杂而下 轰的一声 灰蒙红光略意交织闪烁 圆珠显然并不太坚固 一下寸寸地碎裂而开 化为一团火云四散而开 你敢回我宝卧 那名驱使此珠的一族人 一见自己宝物被毁 变得又惊又怒 暴跳如雷下肩头一晃 十几道赤芒一飞而出 直奔寒历射去 但这时 韩丽却冷笑一声 心中一直催动的通宝诀 为之一变 原本正将黑锁和绿燕 压得节节后退的漫天银齿 默然方向一变 往空中同一处积射而去 顿时 一柄竖杖长的锯齿 荧光闪动地浮下而出 这时十几道赤芒一闪即逝下 就已经到了韩丽身前处 韩丽二话不说的七黑手掌 往身前只是一幅 顿时一层灰蒙蒙光幕浮下而出 十几道赤芒一射入其中 被里面灰霞一卷下 顿时现出了圆形 滴溜溜地在远处打转不停 无法前进一步了 却是十几口赤红飞刀 几乎同一时间 韩丽握着混圆尺的手掌 五指一紧 并将手中宝物冲身前虚空一划 顿时远处的巨型银齿 一下发出了一声龙银般的长鸣 随之一颤之下 就气势汹汹地直奔飞车一批而去 飞车中的另外两名戎族人见此 自然不会让其轻易落下 当即不假思索下 分别催动空中的自家宝物 顿时黑所发出痴痴地破空声下 一下幻化成了一张黑色大网 挡在了下方 而那冒出绿色火焰的镜子 也方向一变 从镜中喷出一道粗大的绿色光柱 直奔锯齿而去 轰的一声闷响传来 锯齿略意模糊下 竟被绿色光柱 轻易地一击而散 仿佛纸壶般的不堪一击 和先前的惊人气势截然相反 驱使黑帆和镜子的戎族人见此 自然为之一乐 但就在这时 一旁始终没有说话的 最后一名戎族人 却突然面色一变的口中一声大喝 小心 接着此一族单手冲飞车上空一挥 顿时一道灰蒙蒙见光一展而去 而那边虚空中隐隐一晃 有些模糊的锯齿 正好悄然地浮现出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灰色见光明铭记到了银齿上 却一掠而过 仿佛只是展到了一道幻影上一般 而银色锯齿一个闪动后 就诡异地出现在了驱使番旗的戎族人头顶处 迅雷不及掩耳的狠狠一落 第1738章 洞悬金光 下方驱使番旗的戎族人大惊失色 不及多想地猛然一拍天灵盖 身上粗硬绿毛径搜的一声 化为大片绿芒往空中激射而去 但是落下的银齿 却飘忽不定的一闪 不知怎么的 就从这些绿芒中一让而过 结结实实地砸到了戎族人头颅上 戎族人护体灵光在银齿面前仿佛失去了效用 根本没有抵挡地被巨大银齿一眉而入 头颅仿佛西瓜般地被一击而碎 鲜血似箭飞射起来 无头尸身一晃之下 就从飞车上一个翻滚的载路而下 扑的一声 一团绿影瞬间从尸体中击射而出 里面包裹着一名通体碧绿的小人 一脸恐惧地奔旁边那名驱使铜镜的戎族一闪顿去 同时惶恐地大声喊道 疗凶救命 但此画方从小人口中发出 就轰的一下 一道池影瞬一般地从天而降 将小人积得烟消云散 接着巨型银齿几乎丝毫停留没有 一闪之下又幻化出三口一般无二的池影 冲其他三名戎族人一扫而去 池影若隐若现 但风雷之声一下震耳欲聋 声势毫不惊人 其余三人一见同伴肉身被毁 惊怒交加之下 急忙各自施展手段抵挡池影 一片灰纱一面黑色盾牌 各自一拍而出挡在了身前 但是其中两道池影一击在上面 却只是爆发出一团银芒 随之消失不见 竟只是两道幻影而已 不好 这两名戎族人几乎同时心中叫道 但已经迟了 那名驱使同镜的戎族人 虽然手一扬 也放出一件法轮状的宝物 抵挡最后一道池影 但那池影在法轮前一闪得不见了踪影 但下一刻 半截影齿 却从离义族人不过齿许处的虚空中一探而出 鬼魅般地击在了其猙獰的面孔上 雷光闪动 无数银色电弧从齿上一探而出 轰鸣声大作 荣族人一下就化为一团飞灰 连里面原因都未来得及逃出分毫 另外两名荣族人见此情形 面色顿时变得难看至极 但当银齿一个盘旋后 又幻化出十几道池影奔他们一照下后 其中一人突然一声力喝 此人神通厉害 不是我们可以立敌的 话音刚落 此一族单族一踩足下飞车 顿时菱形飞车一声轰击 化为一团轻光的向后击射出去 几个闪动后 就顿出了池影的笼罩范围 另外一名荣族人也默然醒悟过来 急忙单手掐绝 一道法掘打在了前方浮雕上 飞车一颤之下 两侧细长翅翼一扇 提表五色浮纹浮下而出 似乎就要彻底远蹲而走的样子 但就在这时 一个淡淡的声音 从飞车上空响起 现在想走 不觉有些晚了吗 此话刚一传出 就只听轰的一声 一座黑乎乎的黑色山峰 在飞车上一闪的浮现 足有百余杖巨大 而一道人影纹丝不动地站立在山峰顶端处 正是寒厉 他竟不知何时地催动原刺疾山 横跨虚空地出现在了此处 下方二人见此 心中一沉 一人面上绿色一闪 两手一搓 踢表扑的一声 一层绿油油的诡异火焰冒出 然后一个卷洞下 化为一条十余丈长的火胶 冲空中一扑而去 另一人则一声大喝 身形一下暴涨背许 两条手臂也粗大了一圈有余 食指尖力异常地往空中一抓而去 破空声大起 密密麻麻的爪芒浮现出 向上面一罩而去 他们心中根本未存这些攻击 能击杀对方的念头 只希望能略微阻挡一下对方 就可让飞车有机会 破开虚空一闪的顿走 到此时 这二名异族见韩力几乎一个照面间 就击杀了他们两名同族之人 自然心中再无战意 只想逃之夭夭了 韩力双目一眯 单族一踩足下山峰 原刺集山灰光一晃下 就在灰光大放中往下一坠而去 忽然表面银色浮温一亮之下 硕大山峰就一下没入虚中消失了 火焦和爪芒顿时一下寄在了虚无处 两名戎族人只掘头顶 近在咫尺处巨大黑影一闪 黑色山峰一下诡异地闪出 毫不客气地二准一压二下 不好 这两名戎族人的神通比 先前被杀二人明显高出了一筹 在原刺集山如此迅雷不及掩耳的一击下 仍堪堪地能从飞车上一闪的机舍离开 双双化为一道惊鸿的 向相反方向而走 那辆菱形飞车 却接接实实承受了原刺集山的沉重一击 化为一团五色 灵光地暴力而碎 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但这时 有人往黑色山峰顶端处一望却可发现 韩丽竟然踪影全无了 下一刻 一名正在顿走中的 戎族人只听到头顶上空一声雷鸣传来 顿时大惊地急忙一抬手 一面黑色盾牌 化为一团乌云的溢冲而出 同时 身上绿燕也一冒而出 化为一层火罩 将自己护在了其中 但是他耳中只听到一声冷哼传来 随之头顶处痴痴 之声大起 数以百计的青色剑光 从一个刚刚闪现的带翅人影中 一放而出 就如同潮水般的一落而下 青光闪动下 乌云和火罩几乎瞬间 就被斩成了无数碎片 密密麻麻剑光光芒一脸 又纷纷化为一根根青蒙蒙剑丝 仿佛一张巨网般的同时一收 一声惨叫传来 戎族人虽然手忙脚乱地 又接连放出数件宝物防身 但是在青竹风云剑所化剑丝 实在犀利无比 只是一个闪动下 就将此一族的肉身猿鹰 连同宝物同时切成了无数碎片 另一方向上 那名体型巨大化的戎族人 一听到惨叫声 心中机灵地打了个冷战 但只是拼命催动顿光 向前击射而走 头也不回一下 但他也不过刚顿出数百丈处 忽然前方空间拨动一起 一道经营从前方诡异地浮下而出 正好挡住了去路 戎族人面色一变 但一咬牙 顿速飞但没有停下 反而一个闪动得更快了两分 同时两手一翻转 一手中多出一口乌黑长刃 另一手却突然巨大化起来 长刃略意模糊地一挥 十几道黑色刀光 就连成一线的接连批出 另一只巨手则虚空一探 一只绿色巨爪 凭空在金影上空浮下而出 并向下一把抓去 指尖处丝丝黑气翻滚不定 声势惊人之极 就在此时 原本有些模糊的金影 突然从身上 泛起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紫色符文 接着金光一闪 就化为一个三头六臂的实体存在 正是范圣金身 原来 韩丽在动用风雷翅 追赶另一方向的戎族人时 同时也将第二原鹰和金身放了出来 用来追杀这边的落网之鱼 眼见黑光一闪 十几道刀光就到了眼前处 同时头顶空气一紧 绿色巨爪也同时地到了头顶处 但是范圣金身丝毫躲闪之意都没有 反而其中一张面孔上凝色一闪 两只手掌一晃 手中漠然浮现出了两口金色巨刃 冲身前黑色刀光一展而去 另外两条手臂则冲空中一挥 密密麻麻的金色全影 就冲绿色巨爪狂击而去 至于剩余的两条手臂 却往金身胸前一合 在一分之下 竟然有一团金光浮现而出 金身两颗头颅同时一闭双目 接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咒语声 从口中重叠地传出 顿时金色光团飞快旋转起来 化为了头颅般大小 还越转越快 隐稳形成了一个金色漩涡 看起来神秘之极 黑色刀光一和金刃接触 顿时爆发出刺目的光团 金光银芒交织一起 一时僵持不下的样子 而空中的绿色巨爪 被众多金色全影狂击之下 却一下灵光狂闪 几乎瞬间地崩溃开来 不过 有这片刻阻挡 最后一名戎族人 所化金红一个模糊 静一闪地 在前方没入虚空中 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在金身身后处 石余杖处 空间波动一起 戎族人顿光一下浮现出 光芒大放下 就要继续逃之夭夭 可就在这时 范盛金身中的一颗头颅 漠然滴滴地说了一声 洞悬金光 两手间的那个金色漩涡 一闪地从手中不见了 随之在戎族人身后 树尺处 灵光一闪 金色漩涡诡异地浮现出 方一出现 就一闪地化为了 杖许般巨大 漩涡中雷鸣声炸起 同时隐隐有泛音之声 从中传出 正驱动顿光逃命的戎族人 只觉四周空气一紧 顿光一下 无法动弹分毫了 阿口中一声惊呼 戎族人尚未来得及想 另外施展什么神通脱身时 一股无法抗拒的犀利 就一下从身后处爆发而出 嗖的一声 此名异族人弩剑般的一下 被射进了身后的漩涡中 一声淒厉地惨叫后 又一声惊天动地地爆裂传出 金色漩涡微微一颤后 但随之就若无其事地安然无恙了 这时今生一个转身 口中咒语声一停 一手掐绝 一手伸出一根手指 冲聚大漩涡轻轻一点 漩涡金光闪动下飞快缩小 转眼间还原成了原先大小 并最终一声闷响后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1739章 九燕草 破空声一响 寒厉身影从附近虚空中一闪而出 望了望范盛金身露出了满意之色 绣袍一幅 砰的一声 金身化为点点金光的消失不见了 第二原因则化为一团黑气的 往其身上积涉而去 一闪即视下不见了踪影 他虽将第二原因放出 附到了金身体内 但因为第二原因心境还未巩固缘故 先前争斗石元英本身无法动用魔弓分毫 只是用神念操纵金身硬敌而已 如此做的话 第二原因倒不用怕遭受心魔反噬的危险 但金身也不可能发挥出石城式的威能来 但韩力进阶炼虚后期后 范盛真魔弓也一下修炼到了最后一部分 金身威能比起炼虚初期时 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还可以施展数种早就期盼已久的新神通 那动玄金光就是其中最厉害最诡异的一种 就是普通的合体七存在 若出其不意地被此金光一下吸住 若没有大神通和一保护身 恐怕也有陨落其中的可能 故而 即使第二原因没有动用魔弓 但驱使金身下 仍不费吹灰之力地灭杀了那名戎族人 从韩力出手 到动用宝物金身灭杀四名同皆戎族人 也不过几个照面的功夫 甚至连月仙子和虚性老者 在远处还在犹豫是否折返而回 协助韩力退敌 原先追得他们狼狈不堪的四名大敌 就被韩力一口气灭杀得干干净净 二人此时自然一副真目结舌的样子 他们脸上神色中倒是有七分骇然 两分不安 最后一分才是惊喜之意 韩力并没有管女子和老者的神色变化 身形一晃之下 就一个闪动地到了曲儿上空 女童从韩力现身以后 就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原处未动分毫 此刻一见她到了近前处 当即眨了眨眼睛 和韩力暗中传映地交流了几句后 就提表白光衣闪下化为一团白光的 眉入到了袖口中 韩力若有所思地思量了一下 才将头颅一台 往远处的女子和老者望了一眼 这二人面面相距地互望了一眼后 似乎也低声商量了几句 犹豫了一下后 还是身形一动地向这边飞顿而来 顿速倒是不快也不慢的样子 纵然如此 片刻功夫 二人还是徐徐地到了韩力身前十余杖处 顿光一脸地停了下来 多谢道友出手相助了 否则这一次 在下和月仙子可难逃这几名戎族人的追杀 韩兄神通之大 真让我等汉颜啊 老者冲韩力一抱拳 满脸笑容地连声称谢 须道友之言不错 这几名戎族人顿速了得 要不是碰到韩兄在此 真有陨落的危险 小妹也感激不尽 月仙子御荣上恢复了平静 但也轻叹一口气地说道 原来二位倒有法力受损 我说 为何会无法甩开这几名戎族人 无需多谢什么 韩某不管怎么说 也是和二位一同从云城进入此界的 既然遇见了 自不会见死不救的 韩力微微一笑 表现得颇为谦逊 韩兄慧眼如炬 在下和月仙子 先前中了荣族人的诡计 逃走十元气 就已经受损了不少 道友的元首之恩 在下绝不会相忘的 一定要重重向谢的 一见韩力这般和善 虚信老者心中一松 脸上笑容不由多出了几分 韩力听到老者如此一说 却只是笑而不语 月仙子眸光转动几下 突然一抬手 手中多出了一个玉侠来 然后冲韩力缓缓说道 这有一株在灵界 早已绝迹的九燕灵草 是炼制数种灵丹的必须材料 那几名戎族人 一直对我二人追杀不放 有小伴也是因为此灵草缘故 我二人蒙道友相就无以回报 就以此灵草相赠吧 话音刚落 此女就将玉侠直接抛了过来 一旁的老者见到此目 脸上现出一丝恶然 但马上一闪即逝的不见 又若无其事的 重新堆满了笑容 韩力见此情形倒有些意外 神色一动下 单手一抓 就将玉侠吸到了手中 她低手打量了一眼 只见玉侠红光闪闪 表面贴有树道淡蓝色的浮露 一副对侠中之物 极其谨慎的模样 韩力目光一闪 一张口 一股青霞一喷而出 霞光一卷之下 玉侠表面浮露狂闪几下 自行地脱落而下 霞盖一飞而开 里面一团琉璃光团 从中击视而出 净灵性十足的样子 但韩力早有所防备 又怎可能 让其从眼皮底下顿走 一条手臂一挥下 一手就虚空一抓而出 痴痴地破空声传出 一股无形距离 瞬间将那团琉璃之光 照在了旗下 五指微微一驱 光团嗖的一声 就被凭空射了过去 韩道有小心 一见韩力这般举动 月仙子脸色微微一变 急忙出口提醒道 不妨试 韩力却笑了一笑 手掌灵光一闪下 骤然变得金光灿灿起来 琉璃光团在其手心处 滴溜溜一转 就轻飘飘地落了下来 赫然是一株形状 酷似火焰 但散发出九种 不同灵光的灵草 此灵物高不过数寸 但是九色光雁所过之处 连附近虚空 都一阵模糊朦胧 一股股热浪散发而出 可见此草的温度之高 但是 韩力拖着灵草的手掌 金光闪闪 犹如赤金一般 是近在咫尺的高温 如无物一般 虚信老者见到此墓 墓中闪过一丝亥然 但口中打了一个哈哈地说道 月仙子是多虑了 以韩兄的惊人神通 这些徐火力 又怎能奈何得了 的确 这九燕草散发的灵光 足可以容金化石 但对道友一点影响都没有 韩道友神通实在深不可测 月仙子震了一下后 就露出一丝苦笑地说道 在下神通 哪有二位说得这般夸张 只是修炼过一些 特殊的屁火之术而已 这九燕草的确是珍惜异常的火灵草 对在下也真有用处的 如此的话 韩某就确之不公了 韩力希望了一会儿手中的九色灵草 竟笑了一笑地如此说道 随之就见他手指一动 将此草重新放入了玉霞中 并另行贴上几张符露 然后灵光一闪下 玉霞就一下不见了踪影 月仙子见此 嘴角反而泛起了些许笑意 老者虽然心中大胆不舍 但是一想起先前韩力展现的惊人神通 面上自然丝毫一色味露 反而呵呵一笑下 想开口再说些什么 但韩力却又默然袖袍一抖 两个淡青色玉霓一闪而出 分别飞向了月仙子和老者 这二人见此一正 下意识地分别抬手一张 两片光霞一卷而过 玉霓就分别被一团灵光包裹地 落入了他们手中 韩兄 你这是 老者神色一宁 有些迟疑起来 女子也一手抓着玉霓 有些意外地望向韩力 没什么 九燕草实在过于珍惜 而在下以前 得到一些对上族九阶 还能精进法力的灵丹 应该对二位道友 冲击瓶颈时有些用处的 在下就用两瓶子丹药 作为拿走此灵草的一些补偿吧 韩力用轻描淡写地说道 什么 能精进上族九阶法力的丹药 老者一听此言 一下失声起来 急忙将瓶盖打开 将神念往瓶中一扫 随之又往鼻下嗅了一嗅 脸上随之露出狂喜之色来 月仙子闻言 美目一光一闪 同样有些动容了 不错 此丹药的确对老夫 现在境界还能有用 不过老夫和月仙子 才刚刚被道友相救 又如何再能拿道友的灵丹 老者终于恢复了几分冷静 望了望手中的玉瓶 却又有些愁愁起来 先前的出手 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九燕草若是被一位 修炼火属性神通的圣街看到 这些灵丹又算得了什么 韩某不愿占人便宜 二位尽管收下好了 韩力淡淡一笑 悠然地说道 既然韩兄如此说了 那续某和月道友 就多谢道友了 老者只是略意思量 就含笑地将玉瓶收了起来 一旁的月仙子 也检查完了手中的药瓶 一声称谢后 也将丹药收进了袖袍中 经过如此一番的交换后 老者的忌惮之心 终于去了大半 向四周望了一望后 忽然问道 韩兄 在这附近 难道就只有你一人吗 是否还有其他道友在附近 在下原先倒是和 其他二位道友同乡的 但是前段时间 遇到了一些危险 和那二位道友走散了 韩丽眉头一皱 倒也没有隐瞒的意思 原来如此 这可有些可惜了 老者闻言 脸上露出了些许的不甘 月仙子在一旁神色一动 美目中竟也现出一丝的可惜 虚道友 你话里有话 难道你和月仙子有什么事情 需要很多人守不成 韩丽摸了摸下巴 似笑非笑地问了一句 听到韩丽此问 虚信老者 不禁望了女子一眼 似乎有些询问之意 而月仙子略议成因后 就缓缓地说道 虚凶 那处地方 已经被戎族人占去了 以我二人实力 绝无法再抢回来的 但韩丽神通广大 说不定有办法办到此事 不妨将此事告诉韩丽 万一成功的话 我们也不要其他东西 只要复制那一篇 经传文功法即可 第1740章 炼神术 经传文 韩丽瞳孔骤然一缩 面色微微一变 不错 其实原先和我们一起的 还有其他几位道友 但都已经陨落而亡了 那篇经传文 也是我们和荣族人 一同在某处密动中发现的 老者脸色殷勤不定了一会儿后 终于长叹一声地说道 韩丽宁望着老者 并未开口问什么 知道对方肯定会详加讲述的 果然老者话语一顿后 又继续地说道 但是未等我们来得及破开禁止 将整篇灵文明映下来 就中了荣族人的圈套 其他几位道友当场陨落 只有我和月仙子 侥幸施展秘书 逃脱了出来 道也元气大损 是不可能再冒险了 若是韩兄对此功法感兴趣的话 倒可以事上一事 对了 那处密动非常隐秘 除了这篇经传文功法外 说不定还藏有其他的宝物 哦 有这样的事情 你们说的密动在何处 如此长时间过去了 那些荣族人 岂不早就得手离开了 韩丽思量一下后 问道 韩兄放心 那密动中静置 厉害非常 并且经传文分成了数部分放置的 纵然耽搁了如此长时间 想来这些荣族人 也无法破开所有禁止 得到完整功法的 只要马上赶过去 十有八九 还能来得及 月仙子目光闪动下 也解释了一句 那边大概还有多少荣族人 韩丽心中有些异动 问道 应该还有十来个吧 这些荣族人狡诈异常 一开始和我们在密动处遭遇时 只献出一半人手来 然后邀请我们几人 一同探查此密动 结果 当见到经传文时 又突然翻脸 冒出另外一半人手来 我们寡不敌众之下 才落得如此的下场 道友纵然神通广大 也无法应拼如此多人的 只能悄悄潜入密动 见机形式 老者似乎心中早就想过此事 不加思索的建议到 十来个 如此多的话 的确不好正面争斗的 不过韩某还有个疑问 二位道友可是事先就知晓 这篇经传文的存在 知道其中记载的是 何种功法秘书 据我所知 整个天云 也没有几人能识得此种灵文的 韩丽沉吟之后 忽然一笑地问道 这个 韩兄聪颖过人 看来是 无法隐瞒什么了 我二人的确事先 就从族中长辈那里 知道密动和这篇经传文的所在 而我和徐道友 也的确懂得经传文 此灵文记载的 应该是一种叫练神术的秘书 老者略意愁愁 女子却神色平静地 一口承认了下来 练神术 韩丽眨了眨眼睛 有些哑然 据族中一位长辈所言 此书似乎玄妙异常 可以数以悲计地提升神念之力 若能修炼所成后 对突破合体 甚至以后的瓶颈 都大有用处的 老者不再有任何隐瞒的回道 数倍的提升神念 不可能 世上怎可能 有这种逆天功法 韩丽神色一变 一下失声出来 虚道友所言不假 当初我们二族中的前辈 其实在以前的广寒界开启中 就得知了密动和此篇经传文的存在 所以才对这篇 练神术的功效知道一二 不过因为记载得过于含糊 这些年来 我们两族数次进入此界的族人 花费了弱大力气 才找到了密动所在 但因为密动入口的静置非常玄妙 还必须对金撰文有所了解 才能破镜进入洞中 故而这些年来 我们二族还一直在整个雷鸣大陆中 到处寻找金撰文的资料 才好不容易在这次广寒界开启前 让我和虚道友 对金撰文时的七七八八了 才有把握进入密洞的 现在想想 那些戎族人出现得如此凑巧 在我们刚刚破掉入口静置的时候 就一下出现了 多半我们的举动 早就落入了戎族人眼中 他们应该从其他途径 也早知道密动所在的 女子详细地讲道 若这篇恋神术 真的如此神妙 在下倒不介意走上一趟的 不过 韩某可对金撰文一窍不通 就算得到这恋神术 似乎同样无用的 韩丽神色殷勤不定了好一会儿后 说道 呵呵 这个好说 只要韩兄将这篇功法拿到手 并愿意给我和月仙子 各自复印一份 我二人愿将所学的金撰文全力传授 让道友可以顺利参悟此功法的 也算作为对道友出手冒险的补偿 见韩丽真的心动起来 老者精神一震 急忙回到 月仙子在一旁没有说什么 显然也默认了此事 既然二位道友如此说了 韩某不走上这一趟也不行了 徐兄 复制一份地图给我吧 韩丽终于下定了决心 冷静地说道 道友稍等一下 我马上就将地图复制出来 薛姓老者喜出望外 满口地答应道 单手一翻转 他手中多出一块玉剪 将其往额头上一放 淡淡的白光闪动不已 几乎只是片刻的功夫 玉剪就将老者神识中 所记地图复制好了 韩兄多加小心 我和月道友 就静等道友的佳音了 老者将玉剪低了过去 满脸笑容 二位到不远处的岛上 稍加休息一二 在下若是真得到了此篇金撰文 自会赶回和二位道友会合的 韩丽接过了玉剪 沉生地回道 随后他提表青光一闪 人就化为一道青红 破空离去了 几个闪动间 青红就在天边尽头处 再一闪得无影无踪了 徐兄 你觉得韩道友此行 有几分可能成功 目睹顿光彻底消失后 女子将目光一收 开口问了一句 不好说 若是普通的上族 自然几乎一丝机会没有的 但是此人先前展现神通 深不可测 圣族出阶也不过如此而已 若是运气不错的话 应该有一半左右的机会 别忘了 那些戎族人中 也有一位特别厉害的家伙 你我二人联手 还被其打伤了 虚信老者沉吟了好一会儿 缓缓地说道 一半 这已经不错了 你我两族对此事计划了许久 偏偏执行实出了意外 若是没有将戀神术 带回族中去 你我下场可想而知了 女子轻吐了一口气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谁想到半路上 突然杀出了一群戎族人来 坏了我们的事情 老者有些无奈地回道 早知道这些戎族人一开始就在算计我们 当初说什么也不和他们联手的 白帮他们破出了洞中的不少禁止 月仙子神色漠然变得有些冰寒了 没有用的 密洞入口已经打开 就算不答应 他们也会立刻呼唤另一半人出手攻击的 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 况且在密洞外动手的话 没有可以借助的地形和禁止 我们更无法逃出戎族人的围杀 老者却摇摇头地说道 这倒也是 只希望韩道友真能马到成功吧 月仙子不禁向韩力顿走的天边处 再次望去 而虚姓老者则手撵胡须 面露沉吟的不语起来 另一边 韩力所画顿光已经在数万里外 以不可思议的奇快顿速 激设而行 顿光中的他 双目半眯地将玉剑放在额头上 用神念扫视着里面记载的东西 虚老者复制的倒是不少 不但有密洞的地图 甚至密洞中探测过的部分路径 也同样标注了出来 这倒省了他不少的麻烦 炼神术 韩力以低不可闻的声音 自语了一声 神念强大的好处 在他当年修炼过大眼觉后 就早已充分体会到了 若此密术 真能够将他神念加以倍增 不但以后突破瓶颈时 比一般人容易得多 而且 一次可以释放的试金虫数量 也大增起来 足以让其将此灵虫 用在正常的争斗中了 除此之外 神念强大后 无论在布阵 还是炼丹等其他方面 同样大为有益的 故而 当他一听清楚此书的玄妙功效 当时就起了 势在必得的心思 这种逆天功法 也只可能存在真仙界中 离开了此界 灵界绝不可能会有的 而这种送到眼皮底下的 天大机缘 他自然不会轻易放过的 韩力如此思量着 纵然一向心如止水 也有些微微兴奋起来 按照地图记载 那处密动离此 应该足有一日的路程 虚老者二人 在元气大损情况下 还能逃到此处来 也算不易了 至于守在那里的戎族人 韩力自负法力禁负情况下 倒也并没有多少惧怕之心 在没有合体期存在的情况下 他即使不敌 但若想逃走的话 这些戎族人 又如何能拦得住 韩力心中既定好后 就不再多想什么 背后雷鸣声一响 风雷斥竟然浮现出 随之他单手一掐绝 破空声一起 顿光就一闪即逝地消失不见 下一刻一下出现在了 百余帐外的地方 接着一闪之下 又不见了踪影 远远看去 一道清白光丝 在虚空中忽闪忽现 犹如鬼魅一般穿梭而行 为了怕那些戎族人 先一步地破开禁止 取走了金撰文 韩力终于不惜法力地 将顿速全开 原本要一日的路程 估计小班日后 就能到达密洞所在了